表妹说她是魅魔转世 不仅身胶体软 还怀有一乡 所有优质男人都会败倒在她的裙脚下 可实际上是她既缺乏锻炼 还有狐臭 我劝她少看点海事文学 要分得清现实和虚幻 她却反倒说我就是小说里 坏心眼的恶毒女配 不仅擅自偷了我的所有积蓄 跑去闻了个魅魔纹身 还将我的个人信息散播在私人社群里 害我在一个雨夜被变态猥亵致死 而在睁眼 我回到了表妹刚刚闻完魅魔纹身回来的夜晚 男人灼热肮脏的气息喷洒在脸上 被暴力撕扯开的白色裙摆 浸透了污浊的雨水 与女孩声嘶力竭的求救声一起响起的 还有纤细脖梗上死死掐住的大手 咔哒 门锁的声音响起 表姐 我回来了 我猛然抬头看向门口处推门进来的女人 我的表妹杨思思 也是上一辈子 间接害我死在雨夜小巷子中的人 给你看的好东西 当当当 表妹杨思思 信冲冲的到我面前拉下了领口 雪白的胸口处 一道红肿未消的黑色花纹 映入眼帘 怎么样 性感吧 这可是我找了特别贵的纹身师傅 专门给我量身定制的 他喜滋滋的晃晃身体 有些圆润 甚至说肥胖的身材 硬是要摆出妖娃缩翘的姿势 配上胸口的图案 只会让人觉得滑稽发笑 我没说话 只是冷眼的看着他 一如既往的沉迷在自己的世界里 无法自拔 上辈子表妹杨思思 高中辍学后 找不到什么好工作 就来投奔 已经工作了好几年的我 看到小时候 曾经一起长大过的情分上 我不仅热情地接待了他 甚至他一直赖在家里 不去找工作我也觉得没什么 毕竟是妹妹 我就当做多双筷子了 可到后来 他越来越好吃懒做 还喜欢成天做那些 不切实际的白日梦 他觉得自己是个万人迷 也就是网络上所说的魅魔转世 所有见过他 接触过他的男人 都会情不自禁地爱上他 也不管这是否符合逻辑 他开始整日在外闲逛游荡 彻夜不归 甚至还公然跑去骚扰 一些长得不错的男孩子 也不管人有没有家事和女朋友 不少人因为他的过分举动 甚至找到了家里 堵着门口骂他是个神经病小三 我不得不替他赔礼道歉 甚至为了护着他 还挨了好几个巴掌 可他不仅没有半点收敛 还觉得是我挡了他的姻缘路 于是他趁我上班 偷走了我工作几年的所有积蓄 甚至连我妈给我买的银镯子 都没放过 然后又将我的所有隐私信息和图片 发不到网上 我死的时候 不仅身无分文 更是被一些误会不堪的骚扰电话 折磨到精神崩溃 而如今 看着眼前依旧一脸无辜又窃喜的表妹 我决定让她知道 什么叫老实人也是不好欺负的 姐 冰箱里没肉了吗 我今天想吃猪蹄 清晨 表妹杨思思 顶得一头凌乱的鸡窝头 就从房间里走出来 随着她走近 扑面而来的胡臭味 就让我知道 她昨天又没有洗澡 就上床睡觉了 小时候的她还不怎么明显 随着年纪大了 也胖了 再加上不怎么爱卫生 她身上的胡臭味 几乎发酵的堪比生化武器 我也曾委婉地告诉过她 这是一种病 就算不想动手术根治 也要勤洗术 避免滋生细菌 可她反倒认为 这是她独特标志的象征 说这是她的魅魔异乡 也是用来专门征服男人的一大利器 想到上辈子 我因为想顾及她自尊心 所忍受的臭味熏天的日子 我就止不住地想冷笑 而表妹杨思思 也看见了空空如也的饭桌 也不由得不满 咋你还没做饭啊 不中午了 吃完了我还得出去约会呢 理所当然的语气 我像我不是她的表姐 而是她的亲妈 我啪的一声 将手中的饭勺放下 转头冷冷地看向表妹杨思思 想吃饭想吃肉都可以 我食肺交来吧 我朝她摊开手心 来我这住了半年了 别说伙食费 便费她都没出过一毛 就带了一张嘴来 她愣了愣 随后就像是听到 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一样 你是我姐 你竟然管我要钱 你是不是脑子睡糊涂了 表的 我淡淡地补充 有用的时候就是姐 没用的时候就是冤大头 我太明白她的自私自利了 她对我冷漠的表情气挡 颤抖着伸出手指着我 我可算看清你了呀杨思汗 没想到你这么自私冷血 我要告诉我妈你欺负我 她跳着脚大喊大叫着 动作就像是要不到堂的熊孩子一样 无理取闹 她妈也就是我的大姑 十里八村为人出了名的 尖酸刻薄不好惹 但对儿女没的说 可以正是因为一味的溺爱和浇灌 才让表妹杨思思 变成了现代的样子 而别说找大姑了 就算是我自己的亲爹来了 我都不想再当免费的吸血包了 我看也没看她 转身就将洗衣机里 所有的脏衣服爆出来 猛然甩在了她的脸上 但是她自己堆了不知道 多久的臭衣服臭袜子 混得胡臭 更是让人想我 带上你的东西给我马上滚 养了这么个祖宗 我早就养够了 如今一想到 我跟她是亲人 我就觉得恶心 她被自己的臭袜子 都头砸了满脸 自己都下意识地呸呸呸 而随后再抬头 瞪着我的眼睛里 就是满眼的憎恨和怒火 杨思汗你这个贱货 活该一辈子没男人要 就该出去被流浪汉强奸死 她面目真名的 就像是地狱的娼鬼 老话讲的 懂民养生民养仇 也果然不假 女人满嘴恶毒的诅咒 瞬间让我想起了 上辈子的淋雨夜 我再也忍受不了 冲上去揪住她的头发 就是好几个耳光 我下手很重 几乎立刻就让她 本就原论的脸红肿起来 而杨思思生生挨了几巴掌后 也反应过来 跟我撕打在一块 可她忘了 她一身肥肉都是虚的 平常就连爬个楼都费劲 而我已经在工地上 待了好几年 问就是大学进修的 王牌专业 土木工程 没几下 她就被我打得嗷嗷叫 等到我终于发泄 够了翻身下来 杨思思已经被我 打得涕泪横流 身上也是挺一块子一块的 她粗噎着爬起跑出了家门 一边哭一边说 要跑不去告状 但还没等我为 终于将她赶走 而松一口气 晚上回家的路上 我就又看见了 杨思思熟悉的身影 此刻的她 还是穿着白天的那套衣服 狼狈的跌坐在地上 脚上没穿鞋 五根粗壮的脚趾 也露在外面 脏兮兮的 她长发披散着 以为自己哭得梨花淡雨 惹人怜惜 可周围实际上 都是围着的一众吃瓜群众 而在她面前呢 则是一辆奢华的保时捷卡验 车上司机好心的下来查看 试图扶起杨思思 并建议送她去医院 赔偿什么的都好说 虽然她知道 其实并没有真的撞到 但还是为了稀释宁人 也是为了不耽误事 可杨思思却没有半点愿意的意思 还大声辱骂司机 是在拿钱羞辱她美好高贵的品格 她非要车上后座的人 亲自下来跟她道歉才行 而我看到这里就明白了 她这是被魔妄想症又来了 上辈子也是这样 她总是喜欢故意拦在车前 假装被撞到 不依不饶的 缠着本就没有错的人 给她亲自道歉 还专挑价值不菲的好车 为的就是 有途径能接近有钱有势的 优质好男人 但没想到 当天后面却从车里下来了个 肥头大耳的梅老板 当即就把表妹杨思思 吓得赶忙改口说 不要道歉了 要钱 但这明晃晃的嫌弃 可算是惹怒了没老板 人寻思 就你个猪婆 不仅假摔 还敢嫌弃我丑 当即要以碰瓷的名义报警 让杨思思去蹲橘子 最后还是我好说歹说的 道歉拦了下来 为了贫富人家的怨气 还赔偿人家一笔精神损失费 那可是我一半的存款 而现在 我笑着凑在人群里 等着看杨思思没了我给他擦屁股后 要怎么面对这烂摊子 而经过杨思思的死缠烂打 卡燕后座上的人 也终于打开了车门 一条长腿率先卖了下来 鼻挺西装 身长韵粒 可绝不是记忆中的没老板 而地上的杨思思的眼神 也陡然一亮 苍天不负有心人 终于让他撞见了 传说中的霸道总裁 崔景 我难以置信地失声开口 而杨思思也转头发现了 在群中看热闹的我 可我已经无暇不及 熟悉的轮廓让我缺信 这就是当年住我家隔壁院子 却因为长得胖时常 被表妹杨思思欺负的林家小胖 好久不见了 寒寒姐 眉眼阳光的男人笑着 如今已经褪去婴儿肥的她 长得高大俊浪 一丝一毫也看不出 当年寒寒的影子 可杨思思却好像已经完全忘记了 当初的那个小男孩 原来你和我姐姐认识啊 能先扶我起来了 她吃惊地开口 随后又朝男人 缓缓伸出了她的鲜鲜运手 脸上的表情也是含羞待怯 很明显 她已经完全沦陷了 而等崔景将她拉起后 她却娇躯一晃地 直接靠在了人家的怀里 双手还死死还住了男人的窄腰 我的头有点晕 可能是撞到了 可以麻烦先生送我去医院吗 她用脸颊蹭了蹭崔景宽厚的胸肌 心底有些狂喜 毕竟磨难 她终于遇见了她人生中的男主角 身高腿长 还有一张帅气的脸 关键是还特别有钱 杨思思觉得 这就是上天专门为她量身打造的真命天子 这一切也都是命运的安排 她不禁甜蜜地笑了 似乎根本没有设想过 对方是否也会同样地爱上自己 这么多年 你还是一点都没变啊杨思思 男人却用一根手指 强行隔开了两人的距离 杨思思诧异地看着她脸上的冷笑 眼底是全然陌生的光 而只有我知道 崔景是回来复仇了 小时候的崔景长得胖 而表妹杨思思倒是长得纯红齿白的 是小区里大小孩子都喜欢的存在 这或许也是她一直沉浸在妄想里的诱因 在一起玩时 杨思思也总是怂恿其他小孩子 一起去欺负小崔景 抢她的玩具 把她当狗棋 而最严重的 还是一次捉迷藏游戏中 杨思思为了捉弄小崔景 恶意地将她推入了一个废弃的警道中 整整过了一夜 那可是零下气温的冬天 等崔景被找到时 差点都没了小命 可虽然后来崔景只认了是杨思思干的 但当时没有监控 大姑又一口咬定 是小孩子乱说 小男孩竟然真的会回来 而且还准确地认出了表妹杨思思 你是胖子 杨思思此刻终于有些回响了起来 眼前的轮廓眉眼 确实跟自己小时候 经常欺负的小男孩的眉眼相似 你倒是过得很好 崔景上下打量了一番 已经大变样的杨思思 当年她被锁在废弃警道里 又冷又饿 几乎以为自己 就要这么悄无声息地死去 巨大的绝望和惶恐笼罩着她 让她整整接受了三年的心理治疗 可加害者却活得好好的 甚至还胖了许多 我以为表妹杨思思想起崔景会觉得对不起 我这心怀愧疚 崔景也是这么想的 可没想到 下一刻杨思思就猛然又抱住了她 原来是你呀 真是好久不见了 你是专门回来找我的吗 她的脸上是充满惊喜的笑 竟然没有一丝丝的不好意思 在她看来 这种青梅竹马 久别重逢的戏马 不正是小时候主人公的遭遇吗 至于她小时候对男人做过的恶作剧 那只不过是小时候不懂事罢了 再说了 这也不正是一种别样的情趣吗 打是亲骂是爱 若不是喜欢她 崔景又怎么可能到现在都还忘不掉她 还回来找她 杨思思脸上翻出甜蜜的笑 就要点起脚去够男人的唇 我猛地冲上去 捂住了女人的嘴 我可以不管杨思思这朵奇葩 但我不能不顾及老杨家的脸面 特别是当年确实对不起别人的愧疚感下 要发疯 也给我滚回家去发 我皱着没训斥 杨思思对我捂着嘴说不了话 好在崔景也并非是那种得理不饶人的人 在她主动提出交换的联系方式后 也就没有在追究的坐上车离开了 只是撇了我一眼说 有空大家在一起聚聚 而等一脸温柔地送走了男人后 表妹杨思思就陡然变了脸色 你什么意思杨思汗 就是看不得我好对不对 看见崔景喜欢我回来找我你嫉妒了 非要来横插一脚 她拽着我的袖子不撒手 挣扎间 我刚买的西红柿也撒落一地 被她脊脚踩得稀烂 我看得骤然火大 上辈子被亲情蒙蔽不绝的 现在醒悟过来才知道 这种没皮没脸 又听不懂话的人是这么可恶 我重重地一把推开她 她狼狈地跌坐在地上 沾了满身刚刚才被她恶意采烂的西红柿指 杨思汗 不远处怒气冲冲的声音猛然响起 我刚抬起头就被劈头盖脸地扇了好几巴掌 你的烂货还敢打死死 真是剑皮子发痒了是不是 尖锐的女生配合一下笔下重的动作 是我那一辈子强势不搅你的大姑 而杨思思此刻也爬起来帮着他妈抓我 还一边痛快地大喊 打 打死他 让他欺负我 双拳难敌四手 很快我就被两人连手打得全缩在地上 而我爸就在不远处默默看着 看着自己的女儿被当街四扯殴打 要不是后面有人嚷嚷了要报警 或许他们还不肯停下 出租房内 我看着眼前的赠云协议扯了扯嘴角 我的脸被大姑尖锐的指甲划破了 一动就是钻心的疼 瞧你把思思打成什么样了 还是当姐姐的呢 要不是我来看她 是不是没几天她就要被你活活打死了 你必须赔 现在就把现在这套房子转给我们思思 我看谁还敢赶她走 大姑一边心疼地摸着自己女儿的手 一边下的最终决定似的 而我爸从始至终都没说话 只是坐在旁边捶着眼 一如既往的默认着 这套房用我妈当年的出车祸的死亡赔偿金买的 而我爸曾说 永远都不会打这套房子的主意 一切只因为大姑年轻时 供过我爸读了几年书 所以我们家就要永远欠着大姑家 好 我愿意把房子转给表妹 我平静地点点头 无视大公母女 陡然欢喜起来的脸 和我爸无声的沉默 不过过后还需要一点时间 我语气平淡 似乎已经失去了反抗的欲望 这么多年 大姑挟持着我爸 而我爸挟持着我 就像是个轮回 怎么摆脱都逃不掉 得到签了字的协议后 大姑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而杨思思理所当然地留了下来 还满脸巨傲地 陷我在一周之内 把过户的手续办好 然后从房子里滚出去 我没有反驳他的话 至于我爸在离开前 也满脸愁愁地 想要开口说些什么 可对上我冷淡的脸后 最终还是放弃了 我开始准备卖房 没错 从一开始 我就不打算转让这套房子 他们不懂法 我懂 那张手写的赠语协议 没有经过公正 只不过是张废纸 或许是大姑他们 已经习惯了我和我爸的退让 但这次 我绝不妥协 我一边还是像往常一样 惯着杨思思 离开做饭洗衣服 盗老妈子 然后没几天 我就找到了有意向的买家 而与此同时 我还发现了 杨思思总是在偷偷摸摸地偷拍我 我心里涌现出不好的预感 在一次暗自注意后 我确信 杨思思这辈子 又重新登上了那个变态网站 那个害我被骚扰 被侵犯掐死的不良网站 我几乎要气到发抖 但我狠狠地忍住了 并在一个夜晚 偷偷解码了他的手机 果然在里面发现了 我的许多私密照和个人信息 录群爆照啊 新人懂点规矩 各位哥哥好 我叫杨思涵 图片 图片 哇 妹妹这么漂亮吗 爱看多发 人家生意寂寞冷哦 看着里面杨思涵 故意伪装成我说些放荡的说辞 和不断刷新的乌言汇语 我几乎要将手机捏碎 这个网站是采用会员制的方法 想要录群 必须要拍自己或者家人的私密照 作为敲门砖 而好在杨思思才刚入群不久 在我的有意识防范下 拍的照片也都不算特别出格 我记下网址后放回了手机 第二天就看见杨思思在埋头倒过着什么 嘴里还嘟囔着 明明昨天都还进得去啊 烦死这些网警了 或许是察觉到了我的视线 她这才脸色很不好地放下了手机 姐 崔景最近跟你联系了吗 她突然开口道 因为自从那天之后 哪怕她一直在里崔景发消息 可男人从来都没有回过 她当然不会觉得是崔景故意不回她 只是猜想是不是号码留错了 我擦桌子的手一僵 事实上 崔景每天都会给我发消息 问我有没有时间出去聚一聚吃饭之类的 但一想到当年的事情 我还是觉得没脸去见人家 毕竟当初崔景受伤 杨家推为甩锅的场景 就连当时还年幼的自己都看不下去 看见我没说话 杨思思倒也没有在追问 毕竟在她看来 我就像是个永远跟在她屁股后面 收拾烂摊子的老妈子 是不可能有她那样能吸引男人注意力的 她无比确信这一点 女人喜滋滋地摸了摸胸前沟壑上的图案 在终于收到看房买家提前孕妇的定金后 我惊喜地准备回去悄悄收拾东西搬家 我知道这几天杨思思总是神出鬼没的 但鉴于她之前也老是夜不归宿 估计她又是在哪认识了新的所谓优质男人吧 毕竟那个危险的网站现在已经没了 我也不用担心传到上辈子的惨剧 下班后 在细细丽丽的小雨中 我难得有心情地买了一些零食 准备犒劳自己 可不知怎的 我总是觉得有一道如芒在背的目光死死盯着我 可以转身过去又什么都没有 但下意识的第六感 还是让我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 就连运动鞋不小心踩入泥水坑里 将白镜的鞋子染上脏污的痕迹 我也无暇在意 穿出小巷子 就到了小区门口 不远处的路灯温暖又明亮 我下意识地松了一口气 觉得是自己太过敏感了 然后下一秒就被一双大手猛然拉入黑暗的拐角处 小可爱 对着主人跑什么 男人戴着几乎遮住了整张脸的口罩 粗厉的大掌死死捂住我的嘴 熟悉的声音 熟悉的身形让我一瞬间堕入前世的黑夜中 为什么 为什么我还会遭遇这个变态 网站不是已经没有了吗 惊恐的泪水不断从眼角流下 我几乎要失去所有的理智和冷静 只剩下死亡的梦魇和绝望 而看见我惊恐的脸 男人却越发兴奋了 他死死压在了我的身上 并低头来秀我 不是你发信息勾引我的吗 嗯 主人的小宠物 男人浑浊的气息 配上脏污不堪的话语 让我止不住的站立 可也让我明白了 原来这辈子上辈子 我的死都不是个意外 人是杨思思联系的 是他伪装成我 或者透露了我的信息 给这个变态男人 所以他才能准时堵在我下班回家的路上 他想要我的命 我死死咬住牙 但我偏不给 趁着男人浮在我颈过监雨 一瞬间的放松时 我猛然屈膝上顶 重重顶上了男人们最脆弱的地方 十个男人九个半都受不了这一招 变态男人果然吃痛的松的力道 我赶忙爬起来往外逃 一边逃一边呼救 可这个点心人太少 又吓着雨 而男人已经对我彻底惹怒 三两步就追上了我 从后拽住我的头发 重重地朝后一甩 妈的 臭婊子敬酒不吃吃罚酒 他猛然扑上来 一边死死掐住我的脖子 一边就开始解枯腰带 我死命地挣扎着 可逐渐干别的氧气 但我的四肢都开始发软 眼前也开始逐渐出现重影 恍惚间 我好像又看见了 上辈子惨死在脏污小巷里的自己 衣不蔽体 死不瞑目 啪 酒瓶破碎的声音传来 压在身上宛如大山的重量 被瞬间卸去 我捂着疼痛的喉咙 强撑着做起 一道西装革履的身影 正压着变态男人 一拳一拳的很揍 直到变态男人的门牙 都绷到我脚边几颗 我才猛然想起来阻止 崔景 崔景不值得 不值得为这种人渣赔上自己 我抱住似乎已经暴怒到 失去理智的男人 但直到拳下的男人 尽其多出气少 崔景才愤愤地停了手 警车很快就来了 警察局内 可能知道我吓坏了 细心的警察小姐姐 还对我倒了一杯热水 而根据警察叔叔的调查 变态男人也是个惯犯了 前几个月 才从牢里面刚醒满释放 而经过这一次 估计又得重新进去吃牢饭了 但我知道 该吃牢饭的 不止他一个人 我将杨思思可能泄露我信息 私自和变态男人联系的消息 告诉了警察叔叔 哪怕我知道 报警抓自己的亲人 可能会变成整个杨家的罪人 但我已经无所谓了 因为我是两次 从地狱边缘回来的人 我的心早就冷透了 做了笔录 出了警局 我没想到崔景还在 谢谢你啊 我朝他露出了感激的笑容 杨家曾经对不起崔景 但崔景还是愿意 对我伸出援手 我是真的感激 韩寒景还是这么客气 他咧嘴一笑 原本在巷子里西装暴徒的气质 瞬间就变成了开朗鸡毛小狗 今晚的事实在让我精疲力尽 所以崔景提出要送我回家的时候 我也没有反对 不过 你这是做什么 我看着眼前蹲在我面前的崔景 现在的他 不再是小时候胖蹲蹲的模样 那个时候的他 连被杨思思欺负了 都只会弱弱地找我哭唧唧 十几年不见的他 吞去了婴儿肥 已经长成了一个合格的男子汉 上来啊 我背你过去 他背对着我认真的开口 我抬一眼才发现到了小巷子的入口 想要回家 就必须穿过这条黑漆漆的巷子 也是承载了我两世梦魇的巷子 而看着面前男人的好意 我还是屈服了 毕竟今天我实在是太累太累了 哪怕是一个短暂的肩膀 让我能依靠一下 也觉得万分感激 我凭住呼吸地趴了上去 而男人几乎是没怎么费力气 就把我稳稳地拖了起来 我下意识地紧紧缓住他的脖子 触碰了一瞬间 很明显地感觉到他的身体一紧 怎么了 是不是我太重了 我有些不好意思 没韩寒姐都还没我小说重呢 崔景似乎是察觉到了我的紧张 故作轻松地调笑 而我却难得得有些沉默 是对于当年的愧疚 事实上 我一直知道杨思思总在欺负小崔景 而当年崔家找上门来的时候 我却没有勇敢站出来指证杨思思 崔景 对不起啊 我扶在男人的宽肩上 声音有点低 而男人的脚步一顿 说起当年 韩寒姐不也是正背着我的吗 湿润的晚风 送来崔景模糊不清的话语 我近其异的在其中 听出了温柔和疼惜 你还记得呀 我有些正愣 毕竟当初我找到崔景的时候 他已经起了高热 是我背着他从颈道里爬出来 模糊的记忆里 只记得那段路好长好长 而只记得 当时自己满心满眼的 都是让崔景千万别死 死了大姑就要赔钱了 而爸爸又一定不会不管大姑 但他的身体本来就不好 挣钱太难 所以小小的我努力 背着同样小小的崔景 直到终于找到了大人 杨思涵 你还活着 你们在做什么 刚到小区楼下 一道圆润的身影就冲了过来 是好几天没见了杨思思 他此刻满眼通红的看着崔景 何在他背上的我 贱人 烂货 勾引我的男朋友 他猛然将我拉扯下来 就要扬着手打我 却被崔景一把攥住手腕 你发生神经 崔景厌恶的蹴着眉 似乎连多看一眼杨思思 都是对自己的摧残 好啊崔景 我说你怎么一直不回答我的消息 是不是就在和这个小三在一起呢 你们这对肩负淫妇 我不活了 狗男女背着我偷情 一个还是我的亲表姐 却勾引妹妹的男朋友 杨思思又开始了 他那套撒谱耍赖的招数 声音之大 让周围的邻居都开了窗 好奇的探头凑热闹 更有一些不明真相的人 看向我和崔景的眼神 都不好了起来 杨思思 我警告你 别太得寸进尺 崔景的脸色也骤然冷了下来 对于杨思思强行认为自己 使他男朋友的事 感到又震惊又恶心 而我却太明白他的招数了 说白了 杨思思是个 只活在自己世界的宠货 他的世界自有一套闭合的逻辑 但从来都是以他自己为主 我直接拉过崔景的手笑 硬硬硬地看向他 对呀 怎么办呢 你的优质男朋友对我抢走了 还不回家找妈妈 说吧我也在不管他的反应 拉着崔景就进了大门 帮人帮到底 送佛送到西 顺便帮我搬到家吧小老弟 我转头扬起笑容 而崔景自然是满口硬下 趁着杨思思又回去搬救兵的时候 我已经将我的所有东西打包搬走 而等我大姑拽着我爸和杨思思 来到门前的时候 这里已经换了主人 你说什么 他把这里卖了 不等我大姑开口 我爸就惊讶地看着眼前一家新的户主 只因为他太知道 我对死去妈妈的感情了 以前的我就算是饿死穷死 都不会动这套房子 但他不知道的是 我早已经死过一遍了 而且比起赠给大姑一家 我更愿意卖了 我相信妈妈在天上 也会愿意看见我这么做的 但这样杨思思和大姑可接受不了了 盗嘴的鸭子就这么飞了 二人躺在门前就开始大吵大闹起来 和新户主一家人的老太太也不是好惹 当即吐了一口方言 就将母女二人骂了个狗血淋头 没办法 他们又开始打听我新的住址 此时杨思思还告诉了大姑说 他被我抢男朋友的事 引得二人又是一顿对我糟心烂费的骂 只有我爸愣愣的 不知道在想什么 但他们还没来得及找到我 警察叔叔就率先找到杨思思 使得不伦不类的人发一些引诱性的话语 而那个变态男人也是他这么引来的 他一开始就是想毁了我 但可惜没成功 而问他为什么这么做的原因也很简单 他偶然在我手机页面上 看见了崔景给我发的消息 他这才知道不是号码错了 是崔景不愿意理他 但他当然不会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 他反而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了我的身上 坚定的认为是我勾引了崔景 阻碍了他们两个人的发展 我就是个恶毒女配 就应该下地狱 荒谬的言论 甚至让警察都认为 他是不是有什么精神疾病 可一系列的检查下来 杨思思没病 他只是性格变得偏执了 从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错 好消息是 既然没有精神病 他就得为自己做过的事付出代价 我起诉了他 哪怕大姑当庭骂我是白眼狼 是桑门星 我都不为所动 我早就不把自己当羊家人了 但看到父亲几个月不见 就花白了半边的头发 我还是感到一阵心酸 可出乎意料的是 他并没有来劝我撤诉 只是给我发了 则消息说准备回老家了 几年的供养针 让他还了大姑大半辈子的债 而如今我的决绝 也终于让他意识到 这么多年 他究竟在做什么 百年之后 又是否对得起 此前都在担忧女儿的我妈 杨思思被判了两年的有期徒刑 不算重 但出来没多久 他就又进去了 只因为他出来后 又想模仿以前的路子 他坚定地认为 自己是这个世界的女主角 可这个世上能容忍他的人不多 在他又一次身铺上豪车 妄想灰姑娘召集现实的时候 一次意外 他的腿被压断了 而这个时候 他已经四十多岁了 我走了 我爸也会乡下不管了 大姑家的钱 很快也因为反复 给杨思思擦屁股 收拾他惹出了麻烦 而用光了 是跌到后面 花甲之年的大姑 还要去捡肺瓶 攒钱去养杨思思 这个好吃懒做的女儿 最后在一个冷得出奇的冬夜 冻死在无人的大街上 发现的时候人都冻僵了 眼睛都没合上 而大姑一死 杨思思彻底没人管得 堕入了深渊 在被压断腿后 更是因为只是个 租豪车的司机跑路了 没钱一致的杨思思 只能摊在床上 要不是申请了个 低保护的身份 他都是要生生饿死了 他被政府安排 带了一家社会福利机构 里面都是像他这样 没有了欺人的顾把老人 但只有杨思思的日子 过得特别惨 因为他还觉得自己魅力不减 老想着去勾搭 机构里的年轻男医生 所以大家都不太喜欢他 三十六床 做检查了 而今天来的护士 就是杨思思曾经 骚扰过的医生的老婆 他略有些粗暴的 掀摊在杨思思身上的衣服 一眼就看见了他胸口处 那似乎是纹在 橘子皮上的青黑色纹身 女人不禁发出冷笑 哟 这还是个老妹魔呢 话刚落 病房里传来此起彼落的吃笑声 而原本从来都不觉得 有什么那杨思思 此刻终于有了一丝罕见的羞耻心 可已经太迟了 搬家后 我也顺便换了个工作 我没什么大的能力 但好在知足常乐 这辈子已经算是我偷来的 所以我总是格外珍惜 我画了好几个手机号 确保杨家人找不到我 但我也知道杨思思的近况 毕竟他坐牢 还是我亲手送他进去的 除了每月给父亲 按时打回去的赡养费 我们父女之间 也再没有联络过 恨谈不上 可原谅更是做不到 但生活却并不是 如我预想般平静 早在不知道什么时候 一张开朗爱笑的脸 就闯入了我的生活 我开始觉得很别扭 但或许每个女孩子 都有英雄就美的幻想情节 在苦苦坚持了一年后 我还是答应了崔景的求婚 我们并没有举办婚礼 而是选择旅行结婚 我时常觉得 是否这辈子 才是我冰死前的一场美梦 但第二日清晨 在男人宽厚温暖的怀抱里 醒来的时候 我还是无数次感谢上苍 让我知道 最大的幸运不是重来一次 而是命运的垂青 让我重新遇见了幸福